我们每一次进行课程会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进行 它是最重要的本体 因为我觉得心灵提升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进行 所以我们的核心是进行 那我们配合每一次的进行 我们会找一个主题来讨论 大概这个主题的本身也是跟进行有关的 那时间不长不短 太长了吗 你就跑不见了 太短了你觉得讲得不够意思 大概就是半小时左右 那我希望各位在未来跟我分享进行课题的时候 不要只是单纯像电影院的观众 跟我一起来想 不要只是让我讲 想这时候不妨去感受我内在的内容 你这么多年 你听了我的话 你的心里可能会有一个想法 或者你有一个提问 把问题讲出来 提问不要留在你的心中 我愿意接受所有形态的提问 好不好 这是一个分享的过程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舞台 我愿意变成是我们两个共同分享的领域 当你听了之后 你有感门 可以把你的感想拿来分享 可以把你的提问拿来分享 静心不是在以前学校念书不能不念 静心是个选择 当我们选择在生命中 我们要提升我们心灵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全程的参与 这个课程不是我对你讲 各位记得从小学我们一直上课 上分课老师讲完课后就考试 考完回去丢还给老师 不 这个是你将来在心灵中一部分元素 但是你要经过一个思考跟过滤 它是我的吗 我认同它吗 它可以在生活中 我能够放在生命中 让我变得更好吗 所以请你跟我一起来思考 而且你也愿意的话 不妨一起来回忆 中国人喜欢只听不说嘛 但是我希望变成是双向性的 好不好 好 那上一次这个演讲完 有一些提问提问得很好 好像这个还有一些问题嘛 所以那个小逼你要不要把上一次有提问的来 我们这次做一个解答 好 有些像是有一个淑慧 他有提到说 请问一下静心会有所谓的走火入魔吗 那他是举一个例子说 因为有听朋友说 在静心的时候会听到有声音叫他从楼上往下跳 有时候又会让他如鸡童般乱舞动 但他一听到有人想要学静坐静心都确认不要学 所以才请教留一诗 各位有没有 记得第一次跳上车子学习开车 那你不要跳啊 因为很多是开车创始 这个问题不是这样子看的 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前 我们进入深山古萨几十年的静修 我们很多宗教 道教 佛教等借由静修 你不要问他们在做什么 但是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来在做 那些宗教的上师大德们好多年在做 他们一定有很好的理由 你去看电影 你看这个场电影不知道好不好看 但你看排队是场合他好看 今天你看到一个车祸你不敢开车吗 你听演讲 你看到一个人演讲落落失败 你不敢演讲吗 你做一个工作 你发现前面做工作都失败了 你不能接受这个工作的挑战吗 生命不是这样子看 好不好 那你讲的这个议题 本来就是静心中的一个课题 静心是让心放下的工作 对不对 如果我没有心了 我怎么会有去听到声音呢 如果我没有心了 我怎么会看到一个景象呢 我不会看到鬼 我也不会看到声音 因为我没有心了 我就没有了 那为什么有些人会听到声音呢 因为他并没有消失啊 为什么他会看到有一个景象呢 因为他在幻想 所以静心一不小心就变成自我催眠 譬如说 我一直相信是有菩萨的 我天天祷告我没感觉 所以我打算在静心中看到菩萨 所以我就自我催眠要看到菩萨 当你在静心前 你心中已经隐藏了一个要看到菩萨的念头 因为我本身是个催眠师啊 我要你在催眠中看到菩萨 你一定要看到 四只手八只手都有我决定 左边是拿甘露水 右边是拿甘露水 也是我决定 穿的衣服我决定 是唐朝的 是元朝的 是现代的 我有这个能力 所以请你不要把静心变成催眠 我要解释一下 我们静心后面部分指口条 有一部分像是催眠 但是那是后面的部分 我植入讯息的部分 那是在我一个善意下 我控制的情况下 我植入很好的内容 我经过多年的证明 这是非常好的 一个心灵提升的模式 这是例外 但当你今天失控 你心中带着企图 带着方法 学了秘书 拜了某种上师 要追求什么 你开始在自我催眠态下 透过一个泛音 所谓泛音 透过一个仪式 或者透过你自己的方法 自我催眠 然后你不幸的 还甚至于沾染到 负能量的时候 这就你开始失控 我听懂吗 如果你发生这个现象 请停止 你需要一个老师 比如说参加我们 步步进行的课程 我们班上这么多人 你们永远没有人听过 有这个 而且你们每次进行后 都是欢喜的 你们第二天看到人 都会说我爱你 然后你面对生命 你就开始真相 面对工作挑战 也愿意接受 是不是 没有一个例外 你不能因为人家开车 创了车 你就不敢去开车 我想我这里给你的是 祝福跟鼓励 你学开车找好的教练 但是我必须说明 我只是一个引导者 我不是你的老师 尽心是不能有老师的 OK吗 好不好 我想希望这个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 还有吗 有一个我们的粉丝 一个杨真 他说 刘一师不好意思 请问我每次进行时 都会爱捆 后面其实没注意 听到刘一师的倒影 这样没有关系 对不起 这不是你的问题 也是我的问题 我有时候讲讲进行 我起来回去 第二天早上就发生了 进行有的时候不小心 因为是阿法坡 或者有时候更深沉一点 那你再往下走 就到了德尔塔坡 就到睡眠去 各位 我会鼓励各位 进行最好是 最好是在清醒的时候 可是你知道 人一清醒的时候 就要去上班 回家后 这时候把事情都结束后 想说 哎呀我要进行 那又是你要睡觉的时候 所以我们不是有一个 语音的免费语音下载 帮助人放松吗 结果我有一个朋友就见了 我说刘大夫 你这个语音真的是太好了 真的感恩谢谢拥抱我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每次听了以后马上就睡着 我们本来叫做潜意识对话 是跟你的潜意识 谈话中植入真相迷应中 结果他变成了催眠曲 这叫无心插柳柳成音 所以您讲的这个现象 你就换一个模式 改成早上起来的时候 比如我早上要七点起来 我就改成六点半 这时候让我来陪伴你吧 你就开始这样的宁静的听 你会发现那一天 你非常有精神 非常有爱 判断事情非常的好 你会变成一个好的人 好的工作人 相信我讲 好 我这样可以 好 那上次还有一个粉丝有提问 他说延续听众的问题 关于自我对话的部分 他说例如说对自己的额头 对自己说放松你的额头 这个应该如何正确地做 噢 静心是一个放下的工作 但反过来讲 但我这句话已经有问题了 我说放下的工作 工作就是不放下 你做每个工作都是拿起来 所以静心它又不是一个工作 静心不是功课不是工作 如果你想说 等一下我要静心要半小时 我希望静心的时候能够很安静 你已经完了 静心就是一个放下 放下就是没有 所以静心是不能下指令的 还有你静心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到 你今天做得很好 觉得整个人都是一片清空 整个身体变得漂浮到像没有一样 你觉得一种灵灾感好舒服吗 第二天静心就鬼打架了 然后就开始责骂自己 就可以 你要把静心每一天 当作是未知的探索 记住 静心中是没有批评着的 我们人最学会的是什么 每做件事情完都有批评 工作做得好不好 这一段 这个宴会表现得好不好 我有一个表演好不好 思想中永远在批断 但是静心是没有的 你不可以去评比你这一次跟上次 你不可以去评比你跟上师 或者评比你跟你的同学 静心就是这样子 什么都不做 对 这就是静心是个很不正常的东西 因为人都是期待一个目标跟比较 对不对 那静心就是不是啊 它就没有 而且你不能问上师怎么静心 因为他的心灵的心灵地图 跟你是不一样的 他走他的地图 你走你的路径 心灵是一个自我感觉的一个过程 举一来讲 譬如有一盘很棒的糖醋排骨 你是个缺乏信心的人 你说这个糖醋排骨 一定应该很好吃 可是我没有经验 我不敢吃 所以我就请了一个糖醋排骨专家 说请你教我吃糖醋 我那他吃完了之后就跟你讲 哎呀这个糖醋排骨 我说你先记笔记 所以你就记了一本笔记 人家吃糖醋排骨 你不能拜上师的 你不能崇拜上师 上师是面对我 静心是面对我自己的工作 那个上师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拿一杯红酒 你喝红酒 你要去问别人怎么喝红酒的感觉吗 你必须自己去感觉 你不能去学习上师的感觉 所以上师可以引导你在静心入门 但他不能做你导师 因为静心是一个自由 它是像白鸽在天空飞翔的自由 所以老师抓住你就没有那个自由 老师是不能做老师的 他要退开那个位置 你也不该膜拜一个老师 去没有自信 因为静心是我自己 吃糖醋排骨感觉的工作 就请你坐这边坐着就好了 你要下什么指令 你什么指令都不准下的 但是你又不能说我不准下指令 那又再下指令了 听懂了吗 你可不可以这样子吗 你实在不行了 就拿一个棒筋把脑袋打一下 打人家混呼不论就开始做就好 这样听得懂了吗 静心是一个永远成功的工作 因为它没有评比没有判断 懂吗 它没有评比没有判断 这件事本体就是一个完整的状态 是不是 所以人家说静心就像是爱 它来它就来了 爱是不能够去分析 评断探索的 它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可以觉得 所以我们说静心是生命中 最不正常的东西 但它却是生命中最好的东西 我这样子有回答你们吗 很好 刘医师现在又有粉丝在现场询问 请问 刘医师晚安 晚安 一次参加了静心直播 对于两次的静心引导 让我开始放心的 想跟着这样的方式静心 谢谢 想问之后自我静心 是否就是静静的坐着十分钟 或坐到觉得可以了结束 中间跑出来的各种念头 都只是观 实施离痕的坐就可以了 您讲得非常的好 第一个感恩谢谢你的捧场 对啊 那刚开始跟我一起是很好 各位记得我刚刚开始下的口条吗 那就是最标准的口条 它不是宗教不是秘书 我在上次跟这一次 你们有注意的话 我重复口条 我下一次也会重复 我要你很熟悉进行的过程 我用口条很清楚告诉你 静心它的真正最恰当的口条是什么 我不太认定要把宗教放到里面去 所以我不会讲究犯音 我不会讲究教你们打手印 我不会教你们去念诵 因为任何的犯音念诵东西 它背后如果没有一个思想企图的话 它就不存在目的 因为静心是个没有目的的东西 所以我很不希望把宗教放到里面去 它就是一个单纯的方向 各位理解吗 那您讲得很好 那你说你未来要静心 你当然可以静心 要记住静心没有品质的问题 因为它没有评断就没有品质的问题 我们生命中比如你考试 你考得不好考五十分 你就会自爱自于说 我下次考好一点 这就叫评断 静心没有 它没有评断的过程 你如果做了十分钟 静心鬼打架非常好 你只要做十分钟 你告诉我 我就寄个礼物给你 你已经成功了一半 静心是一个路径 它不注重结果 而有趣的是 当你全神不注重结果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生命里不注重结果的 经常是美妙的 你面对一个爱情的过程 你不注重结果 你不要今天跟一个男朋友约会 你心里想说 我决定还是要嫁给他 你面对一个客户 你心里想说 我一定要把保险卖给他 你有了一个念头 有个期望 有个企图的时候 你就会在上面施舍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 静心就教你生命要放下嘛 当你在生命中 你做同样的事 可是你的心是放下的 你对于你工作放下 你对于自我批判放下 你对于老板放下 同事放下 你的客户放下 你是不是生命的 像个快乐的鸟儿 当你没有企图的时候 为什么一个人 他对他的先生会生气 因为他存在企图 不是吗 我没有企图 我每一天不就是一个 欢喜自由的鸟儿吗 我们生命中 我们永远是自己搞自己 我们所有生命的灾难 都是自己插下去的 我们就是因为 有了这么多的企图 我们每一天 我们活着在制约下 我们已经不像我们自己 静心就是让你回归到最自然的状态 一个当下的状态 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刚刚那个伙伴们 我不禁不但感恩 我也谢谢他这样子的回向 其实我在这边这样子做 我们又没有盈利的目的 当你告诉我这样子 就是我最大的回报 谢谢 有些还有一个粉丝 他叫慧兰 慧兰 对 有些请问 刚才静心的时候 最初有一段时间 感觉眼皮会不自觉的 在强烈跳动 这样没有关系吗 我们在阿宝波有的时候 就会这样子发生 其实恭喜你 当你不断地跳动 如果不是其他的理由的话 那表示是在一个低频脑部 我们低频脑部 会一直这样子打动 如果你的心是平静的 低频一直打动 恭喜你 很好 对 让他继续跳 记住啊 静心中发生什么 你都不要理他 还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耶和华开始出现了 他给你微笑 叫你的名字 或者佛陀这时候也出现了 讲述金刚经最好 或者菩萨的时候 又飞过去了 拿个盖路隧下的一只杀 你做什么 你拿一个大关刀 你见佛砍佛 见神砍神 知道了吗 你心中只要想 两个字就好 不要 他就自己走不掉 为什么我们在静心中 我们会走火入魔 因为你要 被金刚党骗着人 就是因为你要 才被骗 不管是什么骗法 有空 未来 你们愿意 跟着我这个节目 我在现场 我催眠待你 我让你看神 小帅一装 你们不要拜我做上司 我真的不是上司 我没有功夫的 我告诉你 这只是一些 简单的催眠法 很多人为什么 静心二十年无成 他一直在自我催眠 他以为他叫静心 这才是真正问题的根源 静心是 没功夫 没宗家 没有神 没有鬼 连我都没有了 所以静心最高的境界 是我不在 但是我不在 你不能说 我不在 那就在了 你们很多人有经验 静心一个程度 你就飘掉了 然后你们起来 我就想撒蛋 因为我不在 你知道静心是 生命最完美的 如果你不在 你生命中就没有对抗 你就没有悲伤 没有所求 没有欲望 没有悲伤 这样的生命好不好 所以静心很好 你能够每天 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再静心 九九九 你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别人骂你说谢谢 老板最怪你说 老板谢谢你教我 老婆生气你说 老婆你生气那样子 好可爱 因为我没有 我不再是一堵墙 我不会被踢伤 我不会再对抗这个世界 你不对抗世界 世界就不会压迫你 世界的压迫是来自于 你心压迫你自己 我有了一个念头 我就创造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生命的现象 几乎都是我心灵创造 只等到你理解这一天 就请你放下学习所有的秘书 而你把重点放在 让自己在静心中放下 怎么放下呢 刚开始跟我们来一起做 不就好了吗 刚开始我陪你 后来你搞不好是我的老师 OK吗 好 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个 有趣的课题 好 那我不想先讲这个题目是什么 我有理由的 那我先邀请各位 做两个有趣的游戏 好不好 好 那包括这个手机前 我邀请你 闭上眼睛 很好玩的 没事 我要你用丰富的想象力 去回想 既往生命中 两件事情 一个是快乐的 一个是痛苦的 好 把这两件事情找出来 想完之后呢 我要你用丰富的想象力 实体化 实体化 但先把这两件事情 记在心里 记好了吗 好 我要你持续用丰富的想象力 想象今天此刻的 进行课程 是另外一个实体 对啊 我回到刚刚一下 刚刚那两个实体 你暂时把它想象成是 两个苹果 好 刚刚那两个既往 一个快乐 一个痛苦的事件 是两个苹果 好 现在进行课程 你有冥想实体化 把它变成一个橘子 不难吗 好 我要你持续想象 想象你 未来你曾经做两个规划 比如说一个旅行 或者什么计划 做两个规划 两个计划 把这两个计划 想完之后 实体化 变成两个梨子 想完之后 就把眼睛睁开好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有五个水果了 好 那这个谜题很有意思 我们先 因为这个有计划的 这个按插法 所以你们先把它摆在一边 好不好 我们往下进行这堂课 那我下面想打一个谜语 让各位来猜一下 以各位的聪明才智 上午我这么多年的课程 你可能猜得到 我要你去猜想我们的大脑思想中的某一个元素 我们大脑思想中有一个元素 我们天天使用的非常平凡 几乎跟我们如影随形 无所不在 非常的平凡 第二个 它还蛮有用的 因为没有它 我们生命 生活坚持是搞的 没有次序 一团乱 这是第二个元素 第三个是非常诡异 跟矛盾的 因为这个元素呢 我们感觉它是存在的 但是它实体上 它却不是存在的 我们大脑中有这么一个元素 这是什么元素 很平凡 也蛮重要的 但是事实上 它不存在的 是什么元素 Ego 什么 Ego Ego是什么 意识 一种企图 消我 也可以算 思想 思想是本体的 它是中间的 是时间 没有错吧 符合这三个元素 的是时间 各位知道吗 我们大脑 只要一开始动 我们每一件事情 都贴了一个时间 时间表 每一个 你去找 有哪个元素 没有贴到时间 都贴了 来 我们先说 时间是 每一天生活中 非常频繁出现的 对不对 好 回想一下 各位晚上睡觉前 要设定个闹钟吗 因为早上几点起床 上班吗 对不对 然后吃早饭的时候 要看看表 为什么 说离开上班时间 出门几点钟吗 到了办公室 打卡的时候 赶快看看 有没有全情吗 对不对 下班前 就一直看表 说有没有下班 是不是时间无所不在 有一个女孩子 她走到花店 看到花店出商后 美丽的美德花 她忽然间想到 二十岁的时候 生日 她心爱的男朋友 送了她一百多 美月花 进入了回忆了 有没有 两年后 劈腿跑掉 另外有一个男生 站到了储窗前 看到储窗满布的奖杯 她忽然间想到 她曾经参加过亚洲比赛 得到了冠军的奖杯 还被总统召见 大家都鼓掌 报纸上 电视上都抱着 觉得好重要吗 回忆 对不对 既往的回忆 来 各位心中 有没有一大堆的回忆 这个回忆 是空的呢 还是像你的心理一样 背着 空的还是背的 我们女性都有个心理 它到底是你的心理 还是 是空的 想想看 还有 我想说 快到暑假了 我要安排带孩子们 到日本 迪士尼乐园去玩玩 对不对 看看我自己 年龄也差不多 想说 我要准备十年后退休 所以我在想 存款最好是存到 多少钱 房屋贷款要交完 要买一个额外的 健康保险 是不是又是一个 时间相关的 所以 来嘛 我今天跟你谈 我要你回到 思想的本里 请你了解你的思想 我们思想 是不是都卡住 一大堆的时间的东西 没错 如果你没有思想后 会不会变得 有点是个灾难 这个生活是不是都乱掉了 完全错乱 人家跟你约会 你也不会去约会 你不知道什么时间 去约会 对不对 然后奇妙的是 我们看到衣服 握住它衣服 我们带个珠宝 看着珠宝 珠宝存在 我们吃个东西 放在嘴巴里存在 这存在 时间你看不到 闻不到 感觉不到 但是你又认定它存在 是不是有点吊诡 好 那今天这个时间因素 到底是怎么看的呢 到底这个时间怎么看 我们这大脑的时间 是怎么去看待 物理学讲得很清楚 物理学家早就讲了 时间只是为了 便于运算的一个虚数而已 它只是一个符号 它不存在的 哲学家讲得更清楚的 哲学家讲说 时间根本就不是实体 它只是为了你方便 把一堆事情 做一个排序连结 或者把一堆事情 做比较 因此而产生的意想 意想就是我在想 它不是实体的 所以 大部分的哲学家 是不相信时间的存在 但今天我讲这个 没有意思 因为你相信时间是存在的 你相信时间是存在的 对不对 那我们时间真的存在吗 还是它不是 它只是我们手表上的 一个读书 或者是我们在日理上的 某一个记载 还是它实体存在 这现在我们不谈这个现象 我们今天来看 我们时间刻度的思想元素 为我们创造什么 我们不妨今天做个大体解课 把思想解课开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第一个看的就是回忆 回忆是什么 我们生命从小开始 张开眼睛 我们都没有嘛 我们空地看着一片世界 然后我们是不是在当下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 永远是欢喜 因为它没有东西嘛 你没有东西你会悲伤吗 你拿个棒就把它打扛 想没有东西了 你不会悲伤吗 小孩子看世界是没有悲伤 没有感觉 他没有评断的 他看个蟑螂走回 他说又好好玩 只能让母亲有一天 刺客他高高 说蟑螂是不好的 他才开始对蟑螂有感觉 要不然他没有感觉嘛 所以好 我们的回忆从哪来 我们生命从小开始 我们累积了很多的 生命中发生的故事 经验 看的电影 不管怎么样 它累积起来了以后 就变成了叫做记忆 Memory 有一条电影嘛 Memory Memory Right Cat的那个电影 就是Memory 对不对 但是记忆 我们的回忆有一个特色 它不是记载那个事情 它还包括了情绪 所以你每次在回忆情绪的时候 你是两个一起来的 是包括那个回忆 跟那个情绪 好 回忆对我们好不好 你们天天来 你们天天有多少的时间在回忆中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长 还是我们是进行班的 外面不是进行班的人 每一天回忆有多长 各位有没有去感受到 你生命中既往曾经发生的很多的经验 回忆是什么 回忆是消散的东西嘛 它是不是跟你到溪流边 你看那个集水冲过盐壁的时候 一个泡沫 它泡就不见了嘛 它是消散的东西 它不存在的 我们叫做历史 你打开历史课本 你不会看到什么大战争 大悲剧 你不会上去 因为那是历史嘛 它是你历史课本中的历史 可是你碰到回忆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大脑会干一件事 它一直送给你嘛 对不对 一个女孩子 她想对她的母亲 母亲老了 需要照顾 可是她发现 她不能接近她的母亲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小的时候 她母亲那时候脾气很坏 经常毒打她 打了她离家出走 母亲老了不行了 生命观也改变了 可是她的女儿 不能靠近她的母亲 去孝顺她 因为那个回忆存在 而这个女士现在四十多岁 但是回忆已经进到她的脑海中 至少一万次了 而每一次进去回忆的时候 都带给她童年的创伤 也让她因为这个创伤 她对她的女儿 也是用同样的态度 回忆是一个消散的故事 各位看过一个电影 电影看完后走了不就走了吗 我们自己拍了一场 我们拍的电影 可是我们拍的电影 却在我们的脑海中 不断地重现 千次万次地重现 造成对我们生命的烧热 你说我不要这场电影 你的大脑时候办不到 你办不到 随时都输送给你 让你在快乐时光 享受痛苦的回忆 但是不对 是不是 有一个男士 长得很帅 工作非常好 好多女生都好希望嫁给他 四十多岁就是不结婚 只愿意同居 而且没两年换一个同居者 为什么 因为小的时候 他非常地在家里面不快乐 因为他父母亲 非常地不恩爱 互相甚至于吵架对待 他从小看着婚姻 他说婚姻是什么不要的 每一次当他面对一个 就算是真爱的时候 他父母亲不恩爱的 那个婚姻就蒙现后 就伤害了他对婚姻的感觉 好 各位理解吗 一个女孩子 他每一次晚上回家 家在暗巷里面 他都不敢进那个巷子 他都要打电话 请他的老公到巷口来接他 因为他有一天 在晚上回巷子 要回家的时候 被一个人抢劫 这不过就是一个生命的单一事件 然后他从那天起 他不敢进那个巷子 是不是 我们生命中 来嘛 蟑螂 怕不怕 其实蟑螂那么小 你那么大 他一脚踏到你的身上 是痒痒的 你一脚踏到它 是血肉很飞的 但是我们碰到蟑螂 我们就会恐惧 为什么 你小的时候 你不管是看电影的也好 老师讲的也好 父母讲的也好 给你插了一个恐惧的毛 是蟑螂是肮脏的 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讲 我们的回忆在我们的心中 痛苦的回忆 好不好 不好 对不对 那你说 刘大夫 你这样讲不公平 那快乐的回忆很好 对不对 是不是 快乐的回忆好不好 认为很好的举手 来 一二三 好 认为快乐的回忆也不太好的举手 你们都有上过我的课了 对不对 很多人认为快乐的回忆很好 错 快乐的回忆是很好嘛 他就在呼应你现在不快乐嘛 有一个人从小就很穷嘛 他穷的时候 他没有问题嘛 一个人从小就没有爱 在孤儿院嘛 所以他没有爱是OK嘛 一个小女孩 生长在一个富足的家庭 过着是幸福美好 享受的生活 结果家道终衰破产了 然后父母双亡 他在迈入中年的时候 情境不好 他回想到 他幸福在小的时候生活 是不是变成一个诅咒 有一个男生 经历了一个很美好的爱情 他有一个恩爱的一个妻子 过着美好幸福的婚姻生活 然后妻子因病往生了 他一个人寂寞 孤苦地活在人间中 他每次回想那个爱情的时候 他会好吗 他不是很好啊 一个小女孩16岁 美妙的身材 华丽的溜冰技术 得到亚洲溜冰冠军 得到金牌 站在台上 全世界鼓掌 报纸上报道 总统召见 现在他中年了 他看着镜子中的她 变得面目可真肥胖 也没有长生了 他每次回想到 那个16岁美妙的一切 是不是灾难 所以回忆不好吗 各位有没有 看过一个电影《香草天空》 我对这个电影感受非常的深 《香草天空》 Tom Cruise是男主角 他是一个花花公子 女朋友是Julie 他因为花心嘛 Julie对他很愤恨 跟他在一起开车的时候 就创到悬崖下面 Julie死亡 Tom Cruise的脸烧烧了 Tom Cruise很悲痛 因为他不能接受 这个残废的力 他非常的痛苦 他就跑到一种情境公司 这个公司 他可以把他的身体冰冻 然后在他的心灵中 植入一个 他可以就选menu 说我要爱情故事 然后就选了一个爱情故事 然后他就把它冰冻起来 植入这个爱情故事 不断地播送 Tom Cruise 就是在这么一个香草天空中 一直以为享受美好的爱情 其实那是虚幻的 等到有一天 他冰冻着身体复原后 醒来之后 他无限的悲痛 他忽然间 他的爱情是假的 他活在的是梦境中 我们看了这个电影 我相信很多的观众 心中一阵不忍 跟怜悯 对不对 你不必怜悯 你看着镜子 你怜悯你自己 因为你就活在香草天空中 我问你 灰溢是什么 灰溢是消散的 它是个泡沫 它不存在 反而我们 经常我们的生命中 在我们不要的时刻 我们经常进入我们的脑海 让我们回到了 香草天空中 然后你竟然被绑架了 你不要它都不行 是不是 我们生命中 我们多少都被回忆绑架了 我们既然知道 既往任何痛苦的回忆 快乐的回忆 对我们都不见得是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拒绝回忆吗 我们为什么活得那么辛苦 各位再想一想看 如果拿个棒球把你打 打到脑袋中 没有东西了 你会悲伤吗 你根本就不会参加 我心灵课程的 就是因为你有了回忆 但是你很怕没有回忆 你没有回忆 第二天你会变什么样子 回买 我是谁 我该做什么 我到底 我是立法委员吧 我是讲师吗 还是我是 你不知道 谁你都知道 对不对 你看 我们生命中 思想带给我们一个角色 我们怕没有那个角色 我们所以一直在努力 堆加一个角色 我们堆到了中年以后 我们发现那是个痛苦的角色 所以你愿意做一个 白痴形态的 一个无念的人 还是 他不见得是白痴 或者是愿意活在香草天空中 我们有一个选择吗 我们可以寄存 我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但是我们不必活在香草天空中 我们有这样的选择吗 我们今天生命中最大的课题 不是多少财富 不是买大房子 好车子 请你面对你的香草天空 你没有那个香草天空 你明天就是最快乐的 我跟你讲 所有的生命的一切的 不会比这个更重要 所以我告诉你 有空做进行吗 参加这个进行直播 可以的 第二个 什么元素 跟我们的时间有关系呢 未来 我们总是相信有一个未来 我们会规划未来 规划未来对不对 很好啊 比如说我规划 秋天的时候 跟我的先生太太 我们去京都赏风 我算算时间 我规划 十年后我要退休了 OK的 没有问题的 我们生命中 是需要有这样子的蓝图 做适当的规划 但是问题是 规划经常会变成 非理性的规划 你知道很多人 会规划一个未来 为什么我要规划未来 因为我对当下不满 我对我现在的工作关系 我对我的状况不满 那我今天 我对我现在状况不满 我无法解决 我的事业无法解决 家庭无法解决 我就去创造一个 梦幻的未来 我每一次 当我在痛苦中 面对当下的痛苦 我就去冥想 那个梦幻的未来 当我冥想 他的时候 我就得到一个数据 一个在监牢里的人 就冥想初遇后 吃冰淇淋 去看电影 对不对 我就尽量去冥想 当你去冥想一个 虚幻的梦幻的未来的时候 你永远知道 其实一 它不真实 二 这个梦幻的未来 未来本身是无常 是不可控制的 你在今天去设计 一个梦幻未来的时候 你其实不断地在关切 它不可能被实现 所以它是一个痛苦 还有一种人 它今天对于去 规划一个现实的未来 它不满意 它觉得不能消除 它的痛苦 它就干脆 就设法找一个宗教 它干脆去规划一个离世 离世的未来 它想说 这也是不好 没关系 好在我往生了 我是永生的 我只要回到神的生命 进入天堂 或者我只要天天念 阿弥阿弥陀佛 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对不对 跟阿弥阿弥陀佛在一起 那本世一切痛苦 又算什么呢 很好 但是当你在思想中 去找新神 找新那个离世的世界的时候 你不一定找不到 各位有没有回想 当你在找东西 找不到的时候 你会焦虑 各位知道 很多进入宗教的人 如果他清楚地知道神在 也知道离世后的 那个美好的世界存在 他是不是应该欢喜 我今天晚上要睡觉 我知道明天我要跟一个 美丽的女孩子到欧洲去玩 我是不是欢喜 但是我不清楚 明天那个女孩子 会不会真的在机场 跟我见面 会不会他到了最后 他改变了他的想法 我开始有了个担忧 我在患得患失的时候 我面对的宗教 并不一定带给我喜悦 所以各位做一个统计数字 信宗教的人不见得比 不信宗教的人很快乐 你同意吗 今天我不挑战 我们来猜想 其实你信宗教 可能你信的是真相 但是当你用思想中 去寻找那个神 寻找那个离世美好的世界 而你在怀疑的时候 那是一个同行的 所以我们规划未来 真的是很实在的好方法吗 因为未来是无常不可控制的 是带着怀疑的 而当我们每一天 当我在现世不满 我挑到未来去的时候 我又带着关切跟怀疑的时候 请问这个时间因素 未来是时间的东西 它能够带给我们生命喜悦吗 它是被祝福的吗 值得我们欢喜的 不是吗 还有一个元素 跟时间是相关的 就是知识 我们小学不都有学吗 初中高中大学学了知识 各位知道知识 是跟时间相关的吗 你们可能不清楚的是 每五十年左右 教科书要很多重现 为什么呢 一 中间有部分发现是错的 二 有些新东西要放到里面去 对不对 各位回想一下 一百年前 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骑喇嘛 如果那个时候 你跟他讲说 原来我有一个预测 你是一个吉普山 有个水晶球 你说一百年后 会有一个铁片在天空飞下 人家就把你抓到街道里 说你是巫婆 现在是飞机 以前速算的时候 各位看电影 一个老学生打算谈 进那个电脑 就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知识 是不是时间观点的东西 你今天 你在某一个时间 学习某个知识 某个时间 学习某个知识 而知识就变成了一团固定的东西的时候 当你在固定的知识下 一 你可能随着年代的发展 很多知识早就是落伍错误的 对不对 如果今天 你把你固定的知识 把它当作是一个圣经 变成一个习惯 用在你工作上会发生什么 你十年如一日 会做完全不变的固定的工作 来嘛 我们面对工作 永远两种选择 我莫所成规 每天做一样的事 各位有没有 我以前在日本的时候 你知道 那个地铁 有一个工作 就是那个地铁的门口 会站着一个工作人员 一直捡 捡票 他一直这样捡 从早捡到晚捡 二十年 所以他每天晚上 白夜睡觉的时候 都会这样子 跟着反射 这就是他一辈子的工作 如果你问我 如果做了个工作 但我没有低估别人 要是我的话 你把他活下去 我是否定昨天的人 我在面对工作 是否定昨天的人 我只有把我的 我的思想领域 在工作 在学术上 放到明天未知的位置 我才最快乐 你知道人在工作 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守成 一个是创新 你跟我明明都清楚地知道 创新比守成好 不是吗 从世界的贡献来讲 谁推动这个世界的 大人创新 那你今天跟我讲话 你都拍手 你跟儿子讲 儿子你一定要学习 要自由思考 那你自己为什么守成 我为什么要守成 你会讲1500个理由 为什么你要守成 说孩子你不知道 教育你们很辛苦 爸爸要一个稳定的工作 我不管你讲什么样的道理 我们讲原则性 当你今天只要有思想元素 你就会守着那个老知识 你不能放手老知识 老知识中可以创造新知识 新知识要创造的时候 一定是要去破坏那个 我们叫做那个典范 所以你要去放手老知识 你有胆子放手 所以当你的思想高涨的时候 当你世界因素存在的时候 你没有胆子放手那个老知识 对不对 因为你放手后 你就认为在怒海中 没有救生圈了 可悲 这一事你就开始限制了你自己 但你永远有1500个理由 说明你不是不愿意放手 是你不能放手 所以我今天讲的时间因素 跟你是不是息息相关 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两种人 一种是推动世界巨轮的人 像是Bill Gates就是 像是Steve Jobs 我们的孙总彩先生 另外有个人是跟在后面 他在燕子飞的时候 是看到燕屁股 我们愿意今天在前面 无音的高空飞想 以为是自己飞 后面跟着燕群 还是你就看着燕屁股飞 因为这是一种安全的飞下 因为它飞的时候 会把空气的主流都给你落开来 让你有一个轻松的空间 看着它屁股安全地往前飞 没有一件事情在生命中是对的 也没有一件事情是错的 这永远是你的选择 这样子 OK吗 但当你脑海中只要存在时间元素 你就放不掉你的知识 因为你没胆子放嘛 可以吗 好 还有一个元素 跟时间相关的就是哲学 各位就知道 一百年前 父母跟孩子的哲学观是 父母觉得打骂孩子就是爱跟教育 对不对 打骂是我的孩子 我要好好教育他 要打跟骂 现在呢 打跟骂就是警察局里面的议题 这个叫做什么 家暴 还有家暴电话 所以现在孩子十岁就会打家暴电话 不 我必须说明是有家暴了 但是也有的没有那么严重嘛 对不对 以前 你看我身为一个男人嘛 我记得我母亲以前那个时代 男人跟女人在家庭的关系可不一样嘛 男人大女人小 对不对 那女孩子在家一定要好好照顾家 要洗衣服 要做菜照顾孩子嘛 对不对 先生一回家就大腿一敲 老人茶一泡嘛 就老婆 对不对 现在不一样了 小屁对不对 现在男女要一律平腿 所以现在结婚要先买一个秤 看看双方公不公平 一个孩子生出来 谁带你多好时间 谁带你多好时间 那个洗碗的时候 为什么我比你多洗一个碗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 但你反过来了 那个男生也跟那个女孩子讲说 这个你的薪水怎么 现在都不入我了 这个家庭啊 你要好好上班 你不要搞薪水搞得那么低 你看我都加薪了 你没加薪嘛 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哲学观 是不是在改变 我们一百年前 人活的是为了活下去 现在一百年后 人活的是比较谁活得好 我买个玉龙车 你怎么买得比我好 买Toyota 我到泰国玩 你敢到欧洲去玩 好 就跟老公就开始抱怨了 是不是 我们一百年前 我们活着 是为了团体的利益 我们活在团体中 看团体中 我们配合生存 现在人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我最大 你现在去参加宴席会议 你听到讲话都是 我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 所以生命哲学 是跟着时代变迁的 我有生命哲学 你们谁没有哲学的吗 每次人家跟你讲 都是我不清楚 我不了解 我没意见 不会吧 所以你看到每个人都讲 都是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当你在讲我怎么样 怎么样的时候 就是表示 你对于生命中发生的事件 跟状况 你有了善非是恶 对错好坏 当你有了善非是恶 对错好坏的时候 你就会坚持地去 要想要的 跟不要不想要的 对不对 当你坚持去 要想要的 你要不到 当你坚持去 不想要的 你去拿到的时候 你会痛苦 所以 我跟各位讲 哲学是什么 大哲学家 就是什么 大坚持家 哲学家一定要坚持 大道德家 就是道德要坚持 东北是 大完美家 就是一切要完美 对不对 大虚无家 就是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我证明 还是没有意义的 大哲学家 就是大坚持家 大坚持家 就是大要什么家 跟大不要什么家 他要坚持 所以他是痛苦的 如果你生命中 你既没有一定要什么 也没有什么 不要什么 人家说开店 你说随便 人家说要吃饭 你说随便 人家说你觉得 现在该做什么 你说你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你要是这样子 跟你的伴侣相处的话 你们会有婚姻争吵的问题吗 一切都是很好 很好 中国人有一句话 叫做什么 难得糊涂 我不断是非的 所以人家说宽恕很好 错 宽恕不好 宽恕是人家错了 你说你错了 但我原谅你 宽恕不一定很好 放下很好 放下是我没感觉 你错错错错了 是你懂我 所以人家讲宽恕很好 宽恕还不错 但是答案没有影响 宽恕是你错了 但我原谅你 那你认为 你能宽恕人家几次呢 对不对 最后一次就拳打脚踢 因为我宽恕到了极限了 我想 我一直有个期望 不要把课程变得很严肃 所以我想在这中间 安插个小游戏 好不好 我刚刚跟你们讲到的话 我负责任 我比如说 大哲学家 就是大坚持家 就是大痛苦家 你一定不服气 各位有 其实很多人都有听过 家族排列 家族排列中 代表可以去 感觉某一个 被设定的当事人的 某些状况 那我们的团体中 因为都静心 对于感应的能力 可以说是非常强 那我再等一下 我请三个学员 来上来 他们都有一个 蛮准确的感应的能力 然后我想 邀请这三个学员 去感应一些哲学家 我们来做一个 好玩的插播游戏 好吗 我们这个团体 进行很多年 因为进行它 很容易的 就有感应的能力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三个 学员介绍一下 香香 拿奥米 小碧 那我想请他们 那我为什么要 一次出现三个呢 因为我在大学 是教科学的 如果我今天 让你感觉 一个人的感应 这个人的感应 可能是偏颇的 他们三个人 是看不到的 如果他们三个 同样表达 某一种特殊的状况 他就有一个 比较高的 科学的 这种可靠性 好不好 那你们三位 各位都知道 在欧洲的科学家 有一个叫康德 很有名的 德国的哲学家 康德 我现在要你们 进入康德的心灵状态 开始 很好 三位请起 来 小碧你先讲一下 思想会很混乱 而且会被压抑 整个情绪 都是在有压抑 压抑 我觉得好像很沉 就是一个肩膀 很重的重担 在心灵 在心灵上 好 像 封闭跟悲伤 很好 从科学角度讲 他们呈现同样一个样子 我们叫做可依赖性 很高 至于准确度 一般在我们的经验 是蛮高的 好 第二位 我想让你们感应的是 我们叫做培根 培根是英国的大哲学家 好 进去 开始 好 各位请回 那么 小碧先 很 情绪很 很 情绪很大 因为会不认同很多的东西 所以会被情绪压抑 不认同很多的东西 很好 我觉得是一个 感觉好像很多东西袭来 但是不知道 如何的面对 想法太多 想想 反复的思辨 一直在反复 反复思辨 好 各位都知道 你们到书店 经常在文学或哲学的书架上 会看到培根论文记 你看了以后 你会对于他的一些人生智慧 会蛮感动的 然后你却非常的惊讶 发现 当你在讲人生哲学跟智慧的时候 你的心灵 却是悲伤的 有趣吗 好 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个 这个 哲学家是很有名的 叫做尼采 尼切 尼切 尼切讲了一句很有名的人生责言 叫做 上帝一世 他讲过这句话 非常的有名 好 那我们现在来进入尼采 三 二 一 开始 好 辛苦了 不好意思 来进入尼采 很悲痛 对整个世界是很悲痛的 很好 尼采 尼采在讲上帝一世的时候 他是在呼应他心中对于生命的某种感觉 好 再来 无力很悲伤 悲伤 很苦 好 那这三个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 我们进到再远一点好了 我们最后一个 我们看 不要最后一个 我想加几个 看苏格拉底 好不好 来 大家非常熟悉 好 三 二 一 开始 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他们的动作几乎是一致的 因为感应的准确度 其实是真的是一百分的 好 来 请回 怎么 苏格拉底先生怎么样 不满 记得 好 状态 苏格拉底好像最后是被毒死的 对 你呢 很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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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过了一些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些有名的哲学家 我们来看这样子好了 好不好 一个 我来设定一种角色 让你看 今天 大哲学家很光彩 在那个世界上很多人注目他 听谁的 跟随他 我们看看一个没有智慧的白痴 好不好 我们来看看没有智慧的白痴 呈现的状态是什么 我们进到一个没有智慧的白痴 没有思想 没有智慧的白痴 三二一开始 来 小碧 就一看什么 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情绪 因为他们无法起心动念 怎么会有情绪 他只能看 所以你知道各位 最高的学义就是变白痴 就这样看就好了吗 你懂我意思 你就不起心动念 你知道 佛家的射受想行事吗 你到受停止 我只能看到 但是我不能够想 我不想我就不行动 我们后面 我们生命的问题 都是想行事来的 我射受到受就停止了 知道吗 射就是说 我看一朵花 受就是我感受一朵花 我在这就停了 所以各位知道 生命最高的阶层就是白痴 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来我再给你们设定一下 好不好 有一个人情绪是痛苦的 但是他被棒球棒打了一棒 暂时脑筋昏昏的不能思想 这样可以吗 好进入这个角色 三二一开始 好停 你反正你不能思考的时候 你就没问题了 这样子 好不好 来 我再设定一个人 我再设定一个角色 只是一个角色 就是这三个人 他们都拥有了蛮多年的 静心的 很好的一个经验 一个静心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好吗 来 三 二 一 进去 你看静心的人 你看起来就是安安静静的不动 有没有 有啊 好小碧 没有任何感觉 很激进 非常好 我们大家鼓掌 谢谢 我们回到现场 刚刚好玩吗 我一直有一种像同志新般的一种期望 我觉得能够不能够让客人变得像电影院一样 不要那么的严肃 那刚刚这一些状态其实可以蛮科学化的显现 哲学家好像不怎么快乐吧 好 我们讲到现在的种种 我想做一个总结 这个总结是什么呢 我们大脑的思想一直有一个元素 只要我们起心动念呢 我们就会存在时间 然后从时间中衍生出来 我们没有时间就没有回应 没有时间就没有未来 我们的知识也看不到了 我们也不会存在人生哲学嘛 各位想象一下 当我这些都不存在的时候 我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 我会留在当下 当你动思想的时候 你不能在当下嘛 各位看一朵花 当你看一朵花的时候 你能够在当下嘛 你办不到嘛 对不对 各位看手机可以在当下嘛 办不到嘛 你在公园散步 你想着公事 国家公司的事情 你没有办法在当下 我讲得对吗 对 好 人生到底该怎么过 你有一个美好的肉体 你有一个思想 你希望人生真正在经验嘛 你活到八岁九十岁一百岁 当你在动用思想的时候 你并没有在经验人生的 我有在当下才在经验人生 你才在真正感受人生 外在世界的一切 所以我给各位一个祝福 你不要算你几岁 你可能八十年 未来八十年的时间 总共六十年都没有活在当下 我们生命中是要算当下的时间嘛 你希望像Tom Cruise嘛 把他冰冻了五百年 五百年都在梦想嘛 你有活五百年吗 生命只有在当下才能计算年龄 不是吗 各位睡觉可以算当下吗 你知道你活了八十岁嘛 但是很爱睡觉 睡了六十年嘛 你说我活了八十岁 你也只有二十年了 来给各位一个祝福 你希望拥有真正的生命吗 请留在当下 我有当下才是生命 才真正经验生命 而生命的本态 唯一的祝福是当下 而思想带给我们所有的一切 我们需要动用思想的时候 当然要动用 工作的时候 你没有思想你不能做 你开车没思想不能做嘛 你连吃饭筷子都不会加 但是撇开思想不要的时候 我能不能放下我的思想 那如果你要放下思想 唯一的好法 不是参加心灵课程 不是学密法 不是进入宗教 都不是 是静坐 静坐是放下思想 唯一的好法 你永远不能够去参加任何一个课程 告诉你说要放下思想 对不对 你想放下思想嘛 你静坐 静坐的时候你就慢慢没有思想 刚开始二十分钟静坐 十五分钟都在胡思乱想 五分钟放下了嘛 慢慢你时间会越来越长 长到一天有天 你张开眼睛后 你发现你很多时间 不动用念头的时候 念头不在 所以我们经常讲说 一个智慧的人 是懂得去掌控他的思想 在要用的时候用他 不用的时候不用 把思想变作仆人嘛 各位平常家里有仆人嘛 就是说Alice倒一杯咖啡嘛 对不对 或者说老张准备车子嘛 我是不是有仆人 不要让思想奴役你 让他做给你的主人 每一天给你把你放到香草天空中 可不可以让你思想从今天起开始安静 你说Sit 他就乖乖坐这 你说Stand up 他就Stand up 你说向右转 他不敢向左转 你用他的时候 他才用 你不用他的时候 你做什么 留在档下 这样子的生命好不好 所以希望这样子的生意吗 生命吗 愿意吗 多多参加进行课程 我不是随便讲的 我们又不是盈利的团体 今天我们向佛家讲的 见面就是一个缘分 我希望我们老祖宗们 跟我走过的人生经验 我多希望能够有机会陪伴你 让你未来的生命丰盛美好 又在档下 好 我跟你们讲刚刚那件事 好了 我不是叫你回想两件既往的 一个快乐 一个痛苦的事情吗 如果你想到这两件事情 表示你脑袋有这两件事 然后你想到这两件事情 可以化成实际的苹果 表示它在你脑袋中 是实体存在的 好 你听了不服气 你说是你叫我这样想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被人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我脑袋想不到东西 也没有苹果 不好意思 对 然后我在想 现在 当下 是一个橘子 好不好 这个不谈 我在想说 未来两件事是两个离子 是不是 你有这五个水果 你还可以有一个水果 这时候我要你去想 有个水果方盘 来 这一部分我没有叫你做嘛 好不好 好 你们持续闭眼睛 我要邀请你把这五个水果 照你随意 自由地 想要的模式 放在这个水果盘上 放完后 觉得放得舒服 放得感觉很好 睁开眼睛 好 来 Nami怎么发 五桶 五桶 很好 标准 来 你呢 一样 五桶 有没有人有别的方法 都一样 都是五桶 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跌成金字塔 因为跌成金字塔 就是 立体跌 立体跌 好 觉得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你怎么跌 就代表它有关系 因为物件之间存在关系 就像我们时间 把物件连接在一起一样 我今天要你 从这个例子中 只是去让你理解 当你今天认定事件 是一个实体的时候 它会在你脑海中 变成是一个东西 是一个东西 就会有压力 这样理解吗 那它们这些东西 都是在你的脑海中 连接在一起的 你知道我们生命越走 背后的重担越大 十字架越重吗 都是这些带来给我们的 你能够放下回忆 你就放下重担 想象有一天 你没有回忆 你根本就好像一个baby 没有经验过人生的 一个小baby 你会对生命 有任何问题 所以你看回忆 是不是让我们背上 背了一个十字架 就像我在冥想的时候 叫你想象它是一个苹果 一样的道理 我自己在经验这个经验中 我的脑海怎么聚集起来 都没有办法出现苹果跟梨子 我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说我显得我是一个上司 我有特殊 没有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得到 我就没办法 我连方盘子都无法出现 对啊 而且我顺便跟各位讲 小baby就很清楚 我事情都记不住 我经常一个月和月三个人 所以小baby还 他知道我是白痴 经常要提醒我好多事情 像我有的时候要去电台演讲 念落要再三提醒我 那天晚上再讲前我又忘记了 可是我可以演讲这样子讲 三小时不用讲高 因为我已经有了选择性的遗忘能力 我记住我要记住的部分 我遗忘掉我不要的东西 这样子是很大 OK啊 给各位一个红萝卜 好 我叫你们理解这个 刚刚这个游戏的意思吗 你可以跟各位试试看 静心的人比较对不起来 好 有没有问题 有 好 请说 念落再问 念落说 请问 尼玉心 现在有许多人都觉得时间不够用 所以都被思想控制了吗 后面又补了问题说 曾有人因为时间掌控得很好 而感到效率不错呢 对啊 时间 有一点 念落讲得好 有一点我没有提到的 我们现在跟时间在赛跑 我相信在古代 时间好像不构成因素 那时候还表都没有 都只能够看着用太阳上升下降 他们每天早上起来 公鸡叫的时候起床 骑着一头牛 踏着田梗去耕田 眼看着他说 太阳快要下山前回家就好 他骑上了牛就回家 他每一天这样子做 他没有什么刻意的野心目标理由 他日子过得是蛮狭义的 时间对他不够成因素 现代人就不是了 因为他有事业 他有家庭 他有自己的某些期望 他有生命的规划 他要旅行 他是社团的会长 他就有一堆东西了 然后你跟他讲说 先生您跟时间赛跑 你时间只有那么少 睡眠也不够 你太忙了 他说不 你停止 我的生命是辉煌的 你看我的生命的精彩程度 我有一个美好的企业 你看我营造了一个幸福 一个庞大的家庭 你看我的社交生活中 我是某个社的社长 我还是读书会的会长 我还是瑜伽的荣誉会员 我没有意见 你要问我人生观吗 我真的不能够回答你问题 但是我必须讲 一件事情是对的 你做了这么多所有的一切 当你在跟时间赛跑的时候 你会是快乐的吗 我们真正认真再来一次 当你在感觉跟时间是赛跑的 时间对你已经是存在着 一个不足的压力的时候 我睡眠不够了 我工作我要达成目标时间不够了 或者我不够的时候 当我跟时间在赛跑的时候 请问你 你可能是快乐跟平静的吗 不容易吧 那今天我就要去问你 另外一个问题之后 我们生命最终做的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今天你是大将军 你是大企业家 你做到了总统 你做到世界皇帝 或者我做一个乞丐 我做一个卖牛肉面的 我做一个什么都不是的 一个平凡的人 你放心 我们把呼吸停止的那一叉 在黄土里面 大家一模一样 都是108根骨头 没有叉的 我今天我要回答你 你告诉我生命的价值在什么 我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 因为你有你的命 你有你的个性 你有你人生 也许从往事带来的一些想法 我全部都不管 但是我可不可以请你 每一天至少活的时候 活得平静喜悦 如果每一天不太平静 我很焦虑 或者我有很大的压力 我很多的烦恼 我不是很喜悦 那你不是找点自杀比较好吗 还是我错了 那你何必要去做见解 短命与长命好吗 对还是不对 你知道人很有趣 一边很痛苦一边要长命 你去查嘛 一边很痛苦 真的非常的痛苦 压力很大 非常的压力 很多的地方都有状况 但是一定要去做见解 要证明是活到100岁的 对不对 笑话倒不能再笑话了 所以你今天问我这个意见 不是很好 今天就在这个进行时刻 把你的心打开 我不管你生命做什么 你喜欢每一天织毛线衣 你喜欢到山里去钓鱼 你喜欢做一个心灵的 某一个志工跟导师 我不管你要做什么 请你做一件事情 每一天活在当下 宁静喜悦 那你这三件事情都没做 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那你什么事都没做 但是这三念都对的话 你就是对的 这样可以吗 我们再回头一遍 当我们没有宁静喜悦的心灵 你的生命不是变成就是诅咒吗 多一秒就是多一秒诅咒 对不对 可不可以让我们用智慧把心灵 让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的生命 变得是一个祝福 我们母亲 有真的一定要我们痛苦 来这个人间吗 你知道人为什么会痛苦 你知道吗 要太多了 而且都是大哲学家 坚持太多了 他变成了钢铁人 能不能像以前 乡下的农夫 我都不知道 我不会 我没有意见 叫做难得糊涂 所以静心的人 有一个特色 你知道吗 那个脸看起来呆呆的 宁静的呆呆的这样 一点都不狡猾 也不精明 他的眼神只是平静的 你静心的人 一眼看就知道 像我就是这样呆呆的这样 好 OK了吗 面诺他又提一个问题 现在针对高龄化的到来 所以在预防措施里 有个叫做怀旧治疗 怀旧这里面带着有 就是带着回忆 那刘师对于使用在这里的回忆 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 但一件 没有一个一定的对跟非 因为很多在一个我们叫做 我们生命迈向成熟的过程中间 我们会失掉了生命的一种能量跟动能 我们可以用既往的一些现象 去引导他说 我不知道你还有多少年 但是你应该让未来剩下的时间 每一天仍然像年轻的时候 一样的积极 一样的热情 我对各位许一个许诺 我愿 我知道 我能够在我未来的生命中 我会每一天用最好的样子 面对这个世界 你不可以到老的时候 你躺在地上 你说老子不行了 对不对 让我期待最后一个呼吸体操带来 不可 我不管你几岁 你要忘掉年龄的问题 你要每一天继续穿红色的衣服 带着灿烂的心 带着爱走出去 生命你每一天你都有责任 要变得更好 所以你讲的那个东西是另外一件事 我从既往他生命中的资源 去激发他都面对未来生命中 一切美好的预期 可以的 这是一种心灵模式 不是叫他去回忆 还有 如果今天你 我们谈回忆吧 你真的要回忆吗 我就练习回忆 愉快的总是比较好吧 对不对 我不快乐的时候 我就想到快乐的那一摸门中 也OK啊 我们比较高标一点 小碧 我想这个问题是这样子 不要把这两个混淆掉了 我譬如说你 你很恐惧 你每一次演讲的时候 总觉得别人批判你 我说你还记得曾经有一次 你跟一个小朋友讲话 教导他怎么去孝顺他的父母 你讲到那个小孩都哭了 他回去孝顺父母 我说你好会讲话 我叫他记住那个梦 所以他下一次演讲的时候 他忽然间回想 他有一次曾经用他的言语 感动过一个小朋友 他在那一次 他面对所有的群众 他打开他的心 打开他的爱 他把那一次像感动 这个小孩子的心 放在一千个群众中 结果这一千个群众就哭泣了 我可以用既往的成功经验 引导他相信他会成功 这样理解吗 这是一个心灵的技巧 这样好不好 那还有一个粉丝提问说 请问静心才是活在当下 那么活动的意义是什么 大家都去打漆或去山上闭关 才是真正的生命意义吗 这个提问好像有分几个层次 活动是什么 人陪那边是辆心 大蝉 大蝉蝉蝉吗 不是 他的活动的意义就是 活动 活动是什么 当你在动态 对对 晋心不 我们课程还早 谢谢你这么样子说 静心不见得是闭眼睛喽 静心是心安静的工作 其实我们每一天起来 我们都在让心安静 所以静心 只是有的时候 人变得闭眼睛开始放松 对不对 这个定义不是这样的下 静心是 我们有个叫当下觉知 我在睁眼睛的时候 我不动念 我静观着世界一切的波动 我的五官意识 直到感受就停止 但我不去起心动念 这个也是叫静心 我们在未来会讲到的 所以我们今天 像刚刚课程刚开始 只是模式之一 所以各位请不要误导静心 是这一套方法 说它是个不活动的 静心闭眼睛 坐在椅子上的某个方法 不一定 第二个打残三残七 也可以算 静心不见得是固定模式 它只是说 任何可以让我们的心 静止不波动的 所有一切模式 比如说你钓鱼的时候 是安静的 它就算静心 比如说你在写毛笔字的时候 安静的 它就是静心 你有没有看到有些老太太 烧个香脸佛珠 一个 两个 三个 它是静心 还有些人念一些佛经吗 地藏王佛珊念的时候 如果它是安静的 它是静心的 佛陀讲无法 无法法 无法的意思是说 无法就是说 没有一个教法 一定是一个真法 也没有一个教法 一定不是一个真法 所以任何一个教法 能通达到一个目的 都是好法 然后你不必去执着于那个法 大概是这个意思 你认为静心有广义跟狭义的 谢谢这样子的分享 打餐生好不好 很好 打餐期好不好 很好 如果你打餐了回来 没有静心就不好 有静心就很好 你打餐打餐期 旁边住了一个美女 然后你说 你说三天七月一马 不但好 对不对 那你不如在家里厕所打餐 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 如果你打餐的时候 旁边正好住了一代大师 他就很宁静 结果你打餐效果非常好 那就是很好 所以不能以通态来讲 各位知道打餐嘛 我碰过很多打餐 有些人打完餐后 都脸上慌慌张张张的也有 也有人打完餐后很平静 但是打餐本身很好 OK了 这边有一个提问的 他说静心是正念 Mindfu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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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应该是算正念 OK 你想翻正念吗 OK 然后呢 问我是不是翻 Mindful 对不起啊 因为在 你要知道 泛学 佛学 当初是从印度语来的 它翻成英文后 它会促成各种解读 那一般我们今天 我尽量不想用这个字的翻译来谈 除非你先把翻出来的字给我 叫做正念 正就是 不负 不负叫正 比如说什么叫做对 对就是不错 它必定是叫做二元对立的 当你在讲正念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负念 这样讲吧 你说有一个女孩是美的 你就必定是在心中想到一个女孩是不美的 对不对 当你说孩子你错了 那你就意思说 有一种孩子的样子是对的 那我今天这个正念要怎么去看 我们不要进入翻译的陷阱 我们来看说 我认为静心要有正念 那你就表示静心有一个叫做负念 但是你要知道静心本态是放下二元的 放下二元的时候 你不能说空 所以佛陀也讲过你 因为你讲空就是有一个有 你看我现在这个手中间空了没有 中间空了没有 我讲空的时候 你心中一定要想到中间一个有的状态 你看嘛 这样子 各位 我现在手中间空了没有 你说没有 刘大夫你有一个杯子 那我现在我说 我空了没有 你说空了 那时候你是不是又想到那个杯子 所以你是在二元下想空 你那个是假的空 那个叫二元空 二元空就没有空 所以很多人修静心要念修不起来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真正的空是不能思考的 不能思考的空 所以佛陀不是讲什么思维上下无量 这样讲 我必须要解释这个正念 因为我对于mindfulness这个东西的翻译我不清楚 但我谈到负这个字就是满了 我认为一个隐满的东西 不管是正是负 都是有 有就对应一个现象 现象就是思想下的东西 我们的五官会感觉现象吗 我们的五官本身 你要知道五官就是二元 各位知道静心本态是什么 就是放下二元 听懂吗 如果你想到有一个爱 你先想说 我是爱着你的 我真的爱着你 就表示我有恨 有没有意愿的爱 只有爱 有意愿的爱的人知道爱吗 他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对应的嘛 我跟你讲嘛 林志玲一个人到荒岛上去 从小就是他一个人 他只看到满山的猴子 他知道他漂亮吗 他怎么知道他漂亮 他回到人间了以后 对应了 看到一堆跟他比不漂亮的时候 他说那我是爱嘛 所以当你今天 你想到爱的moment的时候 你早上起来跟达里拥抱 亲他一样说 I love you吗 没有 因为真正的神性的爱 是一元 人性的 私欲的爱 二元 所以当你抱着达里招起来 这样子说 我爱你 然后走出门的时候 跟那个爷哥讲说 Get out I hate you 听我讲吧 那就不是我们尽心的爱 我们尽心想放下二元爱 我们想生起一元的爱 那一元的爱既然是一元 它就不是爱嘛 所以在一元的状态中 没有爱的本态 它就只能呈现一个现象 所以爱不是一个方法 不是一个呼喊的口号 它就是一个现象 花知道美吗 花一展开以后说 Oh my god How beautiful I am Look at myself Look at the color Look at the shape I so wonderful Look around 没有一个比我好 I so ugly 花知道不知道 花知道吗 花不知道 所以你如果今天你进行 你觉得你很伟大 进行得很好 起来以后觉得眼神焕发 心变空了 你完蛋 你就乖乖去上班就好了 真正的一元态 是不起心不动 你也不比较 不要说进行起来以后 我去刘大夫上天那天课 到堂哥不走 要清早进行 我的气氛真的好 以前那个进行老师教的 你又完蛋 请不要动念 进行就像是爱 他来了就来了 你不必刻意去邀请他 你也不要去否定他 生命中进入一个一元态 是美好的 今天这条路很遥远 但是我们不起步就走不到 我去刘大夫上天的一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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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刘大夫上天rets 小小的女生 请留步 因为各司 definitely 是 记忆 cą充 Obrig 立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